哈喽大家好 一个夏天过来 我们每天出汗出汗 消耗了不少能量 今天我们做一道高蛋白 高胶原蛋白 高营养的菜 红色节区 那一个猪腿的部分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分得很清楚 最靠近臀部的这个地方 圆圆的粗粗的胖胖的 我们叫它蹄胖 然后再下来会瘦了一圈 靠近肘子这个地方 我们叫它脚圈 然后再下来才是猪爪 今天呢我们就做这个部位 脚圈 那你买的时候呢 要挑皮薄一点的 这个皮就紧贴着肉 就不肥 然后呢那个皮要干净一些 不要有密密麻麻的 粗粗短短的毛 那个很难拔 鸡膀冲洗后 水里先煮一开 沸水里再煮个几分钟 然后呢这个水倒掉 猪蹄再洗干净 挖皮拔毛 那如果有毛的话呢 一定要拔干净 用手这样触摸 光里照照 实在拔不掉呢 就把它削掉 千万不要用烧的 那烧的呢 只是烧了表层 那个根 是烧不掉的 那拔好毛以后呢 我们水里冲冲 就可以下锅煮了 火开大 不需要加油 只要拍一块姜 下点黄酒 盖上盖子焖一下 然后加水 根肉放齐 下差不多两个tablespoon的老抽 放两朵 八角 大火煮开 然后转小火焖煮 大约小火焖煮 一个半小时上下 中间翻动它数次 那时间上好 没有一定的定规的 要看它是老猪还是小猪 那你看它的猪皮 已经都松松的了 那就有七八分熟了 我们就开始加糖先 黄冰糖是首选 两磅左右的肉 一大块冰糖 30克上下 那五分钟后 那五分钟后 这块冰糖应该化了 或者已经变很小了 我们就开始要调料 先看颜色 够不够赤酱 再尝味道 就知道要放多少盐了 马上转大火 马上转大火 收干汁 收干汤汁 收到这样稠稠的 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